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鄭坤貞 又是一週新的開始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 大賺 好 那在上禮拜的台股 其實整體是非常的震盪 那又加上說 其實在上禮拜 FOMC會議過後 成交量是大幅度的下滑 而且說 包括他在會以後是釋出 比較偏向鷹派的內容 導致說整個美國的科技股 包含說台股都被拖累 那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其實在這個時間 大家唯一需要去注意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包含說產業面跟總經面 它有沒有改變 因為如果說你單純去看指數的 台股的技術線圖 一定是很醜 一定是很醜 但是你要知道 大家一定要記住 因為說在這個時間 算是一個過渡時期 就是包含他釋放出這樣子的言論 市場一定要去做消化 那等這個消化完畢 等這樣子的消息消化完畢 市場解讀完畢 會往哪裡走才是重點 好 那你去看 以整個技術型態來講 技術型態是非常的醜 這沒有錯 季線月線跟半年線 全部都跌破了 全部都跌破的情況之下 但是大家永遠要記住 是產業跟總經面 在帶動技術面的轉強 而不是技術面 在帶領產業面的轉強 這個邏輯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 我們在上禮拜有講過 你去想 如果單純以技術面來看 這位置是漂亮的 強勢的 月線 季線跟半年線之上 這裡是強勢格局 好 一直到上禮拜五 這裡叫做弱勢格局 問題是 這兩個點位 只有落差一個月的時間 只有落差一個月的時間 那你不能說 一個月之前 整個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產業面也很好 一個月過後 產業面就不好 基本面就不好 不可能嘛 產業面跟基本面這個東西 不可能一個月內就改變 所以這一定是說 籌碼面 跟技術面的問題 那只要其他面向沒有改變 技術面早晚會被帶著轉強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說 你不用擔心 技術面很醜沒有錯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技術面早晚會被拉著轉強 那就像我講的 我們現在唯一需要去思考的就是 產業面有沒有出了問題 基本面有沒有出了問題 總金面有沒有出問題 那現在大家比較大的疑慮 可能就是在美國的總金這部分 很多美國的總金 真的能夠軟著陸嗎 那我只能說 你去看 美國現在的經濟好不好 好到爆 美國現在經濟真的是好到爆 就是因為說 美國現在經濟這麼的好 鮑爾才敢放出這麼鷹派的言論 因為他不怕 美國經濟太好了 所以他就算升息也不怕會下滑 這就是經濟好最好的證明 而且我一直在強調 鮑爾如果他要軟著陸 他一定要降息 他在明年勢必需要降息 他說鮑爾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他要一直去放一說明年不會降息 今年的年底一定會升息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鮑爾他不得不去這麼做 因為他要去維持通膨下滑的預期心力 我這樣比喻給大家聽你就會懂了 假設說現在我們的政府說 房價之後一定會降 我想盡任何辦法 我就算犧牲經濟 我也要讓房價降下來 你會不會現在買房 一定不會 你一定會等到說 接下來房價真的降了 我才會去買 你有這樣子的預期心理 物價自然就會往下滑 這就是通膨的預期心理 你去想 如果你心裡就覺得說 政府就跟你說 接下來物價可能會偏高 可能會通貨膨脹 房價會漲 民生物品也會漲 你會不會提早買起來放 你一定會 當你提早去 把這些東西買起來放 提早去消費 你就會促使通膨再變得更嚴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包爾他不得不去 放出鷹派的言論 因為只有放出鷹派的言論 他才有辦法讓整個市場 預期心理強化 那預期心理強化 通膨自然會降 所以你了解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一直告訴大家說 產業面不會有問題 美國的經濟面也不會有問題 台灣的經濟面更沒有問題 既然都沒有問題 在這個位置 他早晚是要被帶著轉牆 那既然說早晚要被帶著轉牆 這裡是不是最好的買點 大家可以去思考 這裡是不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 很多的個股真的不要再去做沙丁 你去看 像是上禮拜 廣達偽創技嘉跟光寶科 大盤在跌 有沒有每一檔相對都是強勢 為什麼 因為這幾檔的位階真的是夠低了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小老鼠 WE178 WE178 在這麼震盪的盤勢之下 你更需要有一個 你更需要去了解這檔股票 它的價值在哪裡 當你了解到這些股票的價值 你就不會覺得 好像說很難操作或是說技術面怎麼樣 或是說有任何個股問題 也都可以在我們的Light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最重要的是 我在這幾天 我會告訴大家 iPhone 15 Pro 它會帶出什麼樣的受惠股 太多投資人在問 太多投資人在問 老師希望你去實測一下 畢竟說 號稱產業專家 一定要親自去實測 iPhone 15 Pro 到底會帶出什麼樣的個股 跟台積電3奈米的先進製程 到底有多厲害 所以我在這幾天 我會在我的盤後節目 也就是每天下午的YouTube頻道 告訴大家說 這一兩天 我頻繁使用iPhone 15 Pro的心得 還有說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股票 會受惠 我們這禮拜剛拿到 這禮拜六日剛拿到 大概是用了一到兩天左右 已經差不多有這樣一點感覺 因為說總結來講 我覺得說 台積電的3奈米先進製程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的功率太好 好到說散熱是有點跟不上 所以這部分就會帶出 相對應的收惠族群 什麼樣的族群 大家自己加油去看 我們這幾天會發布 好 那我們回到個股 你看喔 回到個股其實就像我一直在 跟大家強調 很多的股票 在現在這個位階 真的不要去殺低 你現在去殺低 真的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去看喔 3231的偽創 偽創我們從上週 就是跟大家強調 偽創你不用去殺低 偽創你不要再殺低 已經沒意義了 就是你要賣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在80元以下買 160元上下去獲利出場 公開的嘛 大賺了100% 160元以上獲利出場 但是如果等到它跌到了 100元上下 沒必要再去賣 為什麼 就像我講的 2024預估要賺6到7 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 2024保守賺6到7 百元上下的股價 它的真實本益比只有15倍 只有15倍 如果你說連AI股票 連一線的ODM偽創 真實本益比只有15倍 都不會漲 那還有什麼股票會漲 所以這樣子的位階 真的很便宜 所以你看 有沒有 相對大盤是非常的強勢 上禮拜的大盤 開始在主體往上拉 上禮拜有最高是102.5 你說為什麼 這些股票都是原本 最落後的股票 偽創廣達 技嘉光寶科 原本都是最落後的股票 為什麼上禮拜大盤在跌 它反而是逆勢往上攻 反而是不跌了 反而是真的有低階買盤進場 原因很簡單 就是它的位階真的是夠便宜了 你說 就以AI這種大趨勢來講 如果你說AI它是大趨勢 它是一個剛性需求 還有未來的產業 好 如果說這樣子的大趨勢 真實本益比不到15倍都不會漲 那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如果說這些股票不會漲 那AI不要去稱什麼大趨勢 AI就是假題材 但是不是 AI它就是真正的大趨勢 所以既然說AI是大趨勢 這些相關的股票 它的真實本益比 不可能只有15倍 所以我才上禮拜一直跟大家講 這些股票不用去殺低 我們要的是去找一個加碼點 你看 是不是驗證我們所講的 真的就是有低階買盤開始在進場 上禮拜的尾創 往上拉 2382的廣達 2382廣達也是 這裡有沒有 一直跟大家講 廣達跌到了220上下 你不用去殺低 因為真的很便宜 你在這裡我這樣講 這個感覺其實就像是說 就以偽創來講 100元 如果說你對於數字對於產業 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 我這樣跟大家講 100元的偽創 就有一點點像是打了6折的商品 一項商品一項精品 打了6折 你覺得夠不夠便宜 當然便宜 廣達也是 這個位置真實本益比也是15到16 真的也就像差不多是打了6折差不多 2024預估要賺13到14 這個位置的真實本益比只有15到16 一點都不貴 往上拉 227.5 有沒有 227.5 上禮拜大板不好 照樣是漲的將近是4% 上禮拜五喔 上禮拜五漲的將近是4% 227.5 包含像是光寶科也是一樣 我也是跟大家講 光寶科也不用再去做沙滴 2024預估要賺8到9 預估要賺8到9 這個位置真實本益比不到14倍 不到14倍怎麼會貴 有沒有 上禮拜大盤這麼弱 這些股票相對都是強勢往上拉 120.5 所以這樣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當整個盤是比較震盪 盤是比較黏 反而說產業加數字 我們的優勢就會被放大 因為這是我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做法 一定是說深入的產業研究 跟針對一檔股票未來數字的預估 我們才會知道說它真正的價值在哪裡 因為這才是股票市場的本質嘛 所以你看你光是看上禮拜這幾檔股票 你就會知道 偉創 廣達 技嘉跟光寶科 為什麼大盤在跌 這些股票卻不跌了 卻都止跌了 原因就在這裡 它的位置真的夠便宜了 這樣子的位置還能跌去哪裡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其實你說現在的盤是很黏很難賺 怎麼買怎麼套 怎麼追怎麼賠 但是其實就是方法用錯 因為說在這樣子的盤面 不能去用追的不能去追突破 但如果說我們就是堅持買本益比真正夠便宜的股票 在這樣子的盤勢 我們一樣能夠輕鬆賺 像技嘉也是 237U的技嘉 有沒有 AI伺服器它主要也是吃AI伺服器的需求 它有接到A100跟H100訂單的優先權 因為他們 技嘉跟NVIDIA原本就是比較密切的合作廠商 所以它一定可以優先接到 好那你看 2024預估15到16 15到16這個位置真實本益比只有16倍 只有16倍怎麼會貴 這個位置往上來279 所以你看 其實上禮拜整個盤勢確實真的是非常的凌亂 但是你看 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講兩個重點 最重要最重要的兩個重點 第一叫做IP股要去留意賣壓 你如果要去買IP股 你就等到它拉回再去買 我們在上禮拜一跟二 我一直強調這件事 因為安某掛牌出來 它會有賣壓 安某的賣壓已經出來了 你要買IP股等到拉回來再買 不是說這些不好 IP股非常的好 只是短線會有賣壓 短線會有賣壓 等到它拉回來我們再去買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叫做 一線的ODM 廣達技嘉偽創 光寶科不要去殺低 我們就是去找一個加碼點 這樣子的價位沒有必要去殺低 你看上禮拜大盤好不好 非常的爛 但是這些狀況都可以驗證 你看喔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包含像是3035的智原 有沒有 當時告訴大家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喔 在這個位置 提醒大家 智原會有賣壓 你不要去追 你要買的話 等到拉回來再買 上禮拜的智原跌多少 上禮拜的智原跌了足足 將近15% 將近15% 我們在本週二避開 拉回來上禮拜 是上禮拜 我隨便買 我們不就是現賺15%嗎 我們避開這15% 我們就是現賺這15% 智原 市新 有沒有 這個位置開高走低 往下拉 我們只要避開這三根 10%的幅度 我們隨便買 這一根長孔不就也是現賺 3443的創意 也是一樣 上禮拜回檔了10% 我們只要避開這10% 這裡隨便買 我們就是多贏人家10% 2388的威盛也是 威盛是比較強勢 但是你看 威盛我們也是在這個位置 告訴大家 去留意 這裡我們先避開 往下回來去買 成本也是贏人家 5到10%以上 所以把握機會 因為說這個禮拜 畢竟有卡到中秋連假 所以盤是一定會比較黏 成交量可能也會比較縮 但是這就是把手上持股 太弱流搶最好的機會 歡迎打電話進來 那也利用廣告時間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NE 小老鼠W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的期貨是 小幅的上漲 所以在這個禮拜 會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有一些股票或是說 因為在這禮拜 行情預計不會有太大表現 就是以各股為主 但是主要的行情 可能就會落在 中秋連假過後 所以在這幾天 要嘛就佈局 要嘛就把一些股票 下去做太弱流搶 所以其實大盤真的沒有大 大家想像的可怕 就是他要去消化 巴爾言論的賣壓 因為說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巴爾的言論講出來 雖然說 因為華爾街投資機構 跟投現外資 大家都不是傻子 大家都知道 巴爾在想什麼 那既然都知道 為什麼巴爾講完話 他還會跌 因為他講完的話 美在殖利率攀升 美在殖利率攀升 美元走強 他一定會壓抑到新台幣 壓抑到新台幣 外資不得不去做被動式的調節 所以這部分就是一個過渡期 這個過渡期過了 台股早晚還是要轉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一直跟大家說 現在的盤是比較凌亂 但是我們只要掌握產業加數字 我們在這樣的盤是 一樣能夠輕鬆的賺 趨擠跟避兇 你看 上禮拜我們就跟大家 搶一個兩件事 就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ODM不要殺D 那你看 廣達 尾窗 技嘉跟光寶科 有沒有 全部都是開始有低階買盤 相對大盤就強勢 第二件事 IP股我們等跌回來再買 不要去追 那結果 創意 市新 支援 威盛 全部都是先下後上 那我們等到它跌完 我們再進場買 不是很好嗎 我們就 我們只要避開10% 我們就是多賺10% 是吧 所以光是這兩件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說 產業加數字 我們真的就是走得比較前面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機 掃描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很多第一手的消息 我一定會跟大家講 你看 iPhone 15 Pro iPhone 15 Pro 還是原色版的 為什麼要買 我手機好好的都沒有壞 還不是也是為了大家 很多人在私訊 說希望能夠幫忙實測 台積電三奈米 三奈米先進製程 到底好不好 因為說 我們原本是沒有打算要買 太多人失去 太多人打電話或傳訊息說 希望可以看一下說整個狀況 而且說 其實台積電三奈米先進製程 距離我們最近的 大概就是這一次的iPhone 15 Pro 因為說原本的先進製程 它都是使用在 像是一些比較高階的伺服器 高速傳說的伺服器 這個東西我們不可能買 我們唯一有辦法接觸到 三奈米先進製程 就是這一次的iPhone 15 Pro 所以我沒有預約 但是大家有這樣子的要求 我就盡量達到 我就盡量達到 這禮拜六日 想盡辦法還是幫大家伸出了一台 iPhone 15 Pro 那我這樣用了大概一到兩天 最直覺的想法 因為還沒有仔細去看 最直覺的想法 我覺得散熱 整個族群會滿有機會的 因為說 我大概是用了一天左右而已 那最直觀的想法就是 3奈米它非常好 它的功率跟它的效能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說它太好了 原本的散熱模組有點跟不上 那原本的散熱模組跟不上 它勢必是需要去做轉換 那只要去做轉換 跟手機的相關散熱一定會比較好 那你看喔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當我拿到iPhone 15用一用 它發燙的問題其實滿嚴重的 好 那它會發燙 那我們第一個就要去聯想到說 iPhone原本的散熱模組有哪些 不是說隨便拿幾檔散熱模組 iPhone原本的散熱模組 就是3338的泰塑 所以你看 這裡一半就可能會有機會 因為說奇材面又加上說 市場的討論度 如果說開始發酵的話 就可能滿有機會的 有沒有3338的泰塑 因為說以泰塑來講 泰塑比較多的產品 因為這樣所有你看喔 假設說iPhone 15它目前真的是 散熱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話 3017的奇紅受惠程度還好 3324的雙紅可能也會受惠 但是程度都不會比3338的泰塑來得高 因為3324的雙紅 它的占比比較高是在伺服器 3017的奇紅占比比較高也是在伺服器 如果說在整個消費性電子或手機裡面 占比最高的就是3338的泰塑 這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 它有這樣子iPhone散熱的題材 又加上它的數字不錯的話 它就滿有機會的 它就滿有機會 題材帶動它的基本沒有往上轉強 所以包含像是說1584的 1584的金剛 金剛也是嘛 我們上禮拜才剛講 一樣是受惠於 算是說它本身數字就不錯 那以題材面來講 就是這一次iPhone15 Pro的 鈦金屬鈦合金 這個位置往上拉 上週也是相對強勢 有沒有 上禮拜講完 往上拉 這禮拜也都有機會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3005的神機也是 神機這樣子的股票就是 它很穩定 數字很強 數字很漂亮 穩定 那只要說當大盤比較正當 或是說當大盤比較沒亮 這樣子的股票就是相對穩定 那數字又不錯 本一比又低的股票 法人就會特別喜歡買 像這樣它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6274的台藥也是 有沒有 台藥 這個位置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告訴大家 這裡可以去買進 往上拉 上禮拜也是漲了半根漲停板左右 所以其實在現在真的是很多機會 那只是說 看我們怎麼去 怎麼去發掘到 所以在這幾天 我會跟大家講 台積電3奈米的先進製程 它的功率跟能夠受惠的股票 到底有哪些 我會發佈在我的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在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掃描就可以加入 因為很多東西一定要去做事 你說像今天的報紙頭版 也是台積電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 我們天天都掛在嘴邊 我們不買一台手機拿來實測 怎麼說得過去 是不是 所以想盡辦法 都一定要搞一台iPhone 幫大家來實測一下 所以總之在這個時間 大盤沒有大家想像的差 那很多的股票 要買我們就趁現在 那也剛好趁本週 我們下去 把一些手上的持股 太弱流強 那有任何的問題 手上持股 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都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ght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將 之前一條主題 不是三條蛛 不是三條蛛 在俊了 逆總之 那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